在摄影棚内就能够营造出汽车在街道上奔驰 以及模特拿起相机拍摄落日的画面 日本索尼集团旗下影像公司打造虚拟制片摄影棚 设施大型曲面LED墙 而在台湾供应院洗手业者打造台湾第一座电影集的延展实镜摄影棚 最大特点在于建置1.87毫米的小间距LED巨型背景屏 电影拍摄用的背景屏主要是给摄影机看的 而不光光只是给人眼看 闪屏的这些刷新率或者是灰阶的16bit以上 还有就是动不动就是120格每秒以上的这种拍摄速度 这些全部都是有赖于控制器LED背景屏 以及内容引擎的结合 LED和LED之间只要它拍得很密 你就不会看到所谓的颗粒感 但是你拍得密就等于说成本会提高 巨量转移就是一次可以转移非常多的LED 来达到所谓的LED降低成本 让它能够走入所谓的市场 不同于过往采取绿幕方式 虚拟制片的概念就是同时拍摄 呈现虚拟空间的背景与被摄体的制作手法 使用度最高的就是在被称为LED墙的大型显示器上 显示出与食物看起来一致的画面 对影像制作业者而言 更能够大幅降低成本 背景屏的一个好处就是对于电影机拍下来 它是直接是real pixel 就是直接就是实际上的点 后面的反光呢 直接在现场是真实的灯光 不是后置叠上去的那个感觉 所以是非常非常真实 而且可以减少人员的大量往返 这些一定是安全性 一定是成本上面的考量 数据显示2021年虚拟制片的市场规模 为24亿美元 将以年平均17.6%的比例成长 到2026年达到54亿美元 后疫情时代 台湾艺者也加快脚步 强攻虚拟制片 新商机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居文章文庭 台湾台北采访莫道